接下來副歌的部分 彈奏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會用刷奏的部分 把那個氣勢做比較強一點點 然後先大概彈一次 它主要會長這樣子 那大概會看到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刷法 然後配上Shuffle的節奏 然後你們可以注意到第二拍會有切音的動作 所以左手要把弦擋掉 然後讓它製造一個切音 然後只是通常 我們第二拍有加切音 然後一般的人會想到第四拍也要加 然後只是我覺得這邊第四拍不適合加切音 所以第四拍我只是稍微 可能算是有一點用力吧 讓它節奏感稍微在第四拍強一點 所以我是沒有切音的動作 然後讓第四拍節奏感強一點 所以應該是大力一點 對,好就是這樣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再看一次 對 然後整個副歌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的彈奏 接著到第二次的主歌A段 第二次主歌A段的三個彈奏都稍微不太一樣 跟前面都稍微不太一樣一點點 那主要也是我們的彈奏的方法 也主要是以樂團的形式 然後改編過來 第一次的彈奏主要就是以PowerCode的方式 然後把和弦帶出來 然後二次拍的節奏感 重拍 二次拍的重拍節奏感做出來 讓大家感受到 然後後面第二次第三次再慢慢把這些東西加上去 所以第一次其實只是很簡單的呈現這些聲音而已 那它彈法會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第二次的彈奏就會 呃...節奏會稍微多一點 和弦會稍微多一點 然後所以大概長這個樣子 接著第三次一樣就是慢慢的再加強再加強 然後所以就會... 再多一點 然後會長這個樣子 之後的主歌B段 後面的副歌以及solo 然後甚至到最後結尾的彈奏 其實就都是之前教過的東西了 最後面solo的部分我是這樣子彈的 那等一下我會示範的稍微有一點慢 所以那個... 嚴音的部分還有技巧的部分可能... 大家可能會聽不太到 因為就是聲音可能會有一點響 然後...不過我有答譜 所以你們可以看譜 那到時候歌曲的速度上面是快的節奏 等一下我也會示範快的給你們看 然後所以其實... 到時候節奏快下去 其實這一段是聽得到的 它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 在第五個節奏 五個小節的部分 會有另外一把吉他的合音加進來 那另外一把吉他的合音是這個樣子彈 大放送 接下來教的這一段是... 呃...CD的版本沒有出現的 那不過我在現場演出的時候都會彈這一段做結尾 那它是一個泛音的結尾 它是這個樣子彈的 主要就是用到第三弦的第五個泛音 然後第七... 欸...第二弦第七格的泛音 然後第三... 弦第七格的泛音 第四弦第七格的泛音 然後接下來這個第四弦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要用指尖泛音 然後泛完的時候要馬上按下去 也不是馬上...拍子到了 要按下去 然後馬上滑到第九格格子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個泛音它會延續到第九格你滑過去 OK...所以再聽一次 OK...然後接下來再到第二條弦的第七格泛音 然後第一弦第十二格 然後第五弦一二三弦的泛音 加上第六條弦空弦音的更音 OK...再看一次喔 OK...再看一次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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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